现代人人手一机长期低头滑手机的话 是很容易造成颈椎压力和守护的肌肉酸痛 卫生局就特别制作低头竹的3Q健康操 运用头头四道的口诀 融入六个头颈部位运动 可以有效达到舒缓酸痛的效果 物理治疗师示范摇头晃头缩头等动作 因为大家常常低头滑手机 头肩颈的肌肉过度收缩或牵拉 容易造成头痛肩颈酸痛 多做这些头部运动就有舒缓效果 有时候我们要抬头 因为我们低头太经常了 就会变成这边有紧缩的不舒服的一些头痛 眼神头痛甚至于神经麻痹的这些问题 另外拿手机的姿势不对 甚至躺着滑手机 也会出现上肢肌肉酸麻痛 骨刺生成神经压迫等疾病 物理治疗师也设计了指头拳头肩头肩胛头等招式 也就是说你长期用一只手在滑手机 你久了也是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肌肉群的问题或者是发炎的状况 那这些手动的方式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些舒缓 所以当你滑手机觉得不舒服时 最好就要放下手机 做做3Q健康操 每项动作执行3到5次 最后角度维持8到10秒 就能够达到舒展的效果 首先我们就是使用3C产品的时间不能过长 那另外卫生局有制作一个3C石头的健康操 所以这本呢除了是小册子以外呢 我们在YouTube上也有真人的示范 现代人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 是否卫生局希望民众善有低头足3Q健康操 改善3C手机症候群的不是 港度清闻王四五赖长帮采访报道